提醒大家台鐵的通勤族 台鐵明天要大改點了 主要是因為普悠馬號可以直接開到台東 所以大大增加了台北往台東的運能 另外也增加了許多區間車的班次 但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像是八賭站 台鐵的班次反而是減少了 引起民眾不滿 火車緩緩近站 因應普悠馬號上路 7月16號台鐵全面改點 普悠馬號可以開到台東 大大提升台北到台東的載客量 東部幹線部分的DMU 就是財電式的四箱號 會用新的普悠馬班次來做替代 加入新的普悠馬列車以後 台北台東間以及台北花蓮間 班次都會大幅的來增加 預估普悠馬號加入後 台北到台東平日載客量可提升18% 假日載客量可提升40%左右 但這次台鐵改點後 也造成部分站點班次減少 引發民眾不滿 像是八賭站 改點後 京八賭南下列車 減少兩個班次 北上列車減少三個班次 八賭就要多減停一半 不然你都跟隔離都沒人 讓我討論 變少當然會有影響 那就是請他們想辦法吧 服務基隆地區 這個通勤同學上班時段 可能有需要一兩班的這個直打列車 可能比較可以縮短時間 就到達台北 針對部分地區少了班次以後 其實都有一些區間車 或是通勤的一個車子 可以來做利用 台鐵認為原本在八賭站上車的民眾 可以改搭乘區間車到台北 不過因為區間車 車速較慢 可能影響民眾通勤時間 提醒民眾出門前 不要忘記查詢時刻表 以免上班上學遲到 UTV 尹德玉 陳建良 台北報導